穿越回十二年前的阿赫 惦记着加班的前世妻子 却看到紧密无间的同事 正在给妻子阿珍告白 看来前世妻子桃花运不断 在门外偷听的阿赫被二人发现 真是尴尬 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这时候三人只能强装镇定 死党聚餐的时候 毫不知情的同事阿强 还在喋喋不休地给阿赫倾诉 表达着他对阿珍的喜爱 虽然阿赫极力劝阻 但是也挡不住爱神丘比特之间 阿强此时已经陷入真爱 无法自拔 开始对阿珍展开强烈攻势 早上替迟到的阿珍打掩护 中午特意约阿珍单独吃饭 但是阿赫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阿赫强行闯入两人的饭局 组成三人行 这边丈夫和前世妻子纠缠不清 初恋小美也没有闲着 美少年的攻势不断加强 克制的小美很下心拒绝了美少年 不料美少年在告白一番之后 果断抽身离去 留下小美摸不着头脑 请我判定 美少年海王等级满级 这招欲勤故纵完的666 看来小美和美少年的故事 只是开始 这边银行安排阿珍 前往外地参加培训 阿强趁机申请和阿珍一起培训 晚上阿强抓住机会 骑自行车陪阿珍回家 命运使然 几人来到了阿赫妹妹开的饭店 抓着这个机会 阿强还借走了阿赫的豪车 希望一把拿下阿珍 第二天 正在陪老丈人打球的阿赫心神不宁 脑子里都是阿珍和同事阿强缠绵的画面 有段赶到二人培训的酒店 深夜小树林暧昧的情侣 阿赫穿梭在树林中 看着一对对亲密的情侣 内心凉了半截 开始加快速度寻找两人 终于在又一次认错人之后 找到了正在散步的阿珍和阿乔 三人来到酒吧 几杯红酒下肚 不胜酒粒的阿珍打开了画匣子 说起自己在想哭的时候 只能借着看电视剧的游客 仿佛自己的哭泣 不是因为悲伤 而是因为电视剧的情节 这时候阿赫想起上一世 阿珍看着电视痛哭流涕的样子 在阿珍父亲的寄日 阿赫从来没有陪伴过阿珍 还以为阿珍的哭泣 是因为该死的电视剧 现在的他重活一世 才真正理解了妻子当时的痛苦 手不自觉地抚摸着阿珍的头发 嘴里诉说着对不起 阿珍却在这时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这个满眼柔情的男人 阿珍心动了